价格不料竟然又呈现了大跌重挫的格局 来到6年的低油还没止跌 昨天又大跌了4.74% 每桶来到46块钱 您可知道 油价的这么一创低又在跌 导致了美国股市昨天全面乌鸦压一片 而且废半请看 废半昨天是美股四大市场跌幅最重的高达2%以上 这根的长黑棒让肺半是不是有做出一个头肩顶的危机呢 这个头到底存不存在既担心又害怕 所以赶快问一下汉城 油价为什么又重错 第一肺半为什么又跌得那么重呢 您的解答 油价会大跌 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在高盛出了一篇关键报告 这篇关键报告 它下看今年上半年 就是在上半年6月之前 油价可能会下探到40块美金一头 40块 对 40块 所以离现在其实也不多 因为现在47了 如果40块上半年看到 如果一跌破三次头油价又见到 那它的理由是什么 它的理由就是在于说 整个的一个所谓的经济的一个成长性不足 全球需求量不大 对 需求量不大 在像OPEC这部分来讲 无意去做一个减产的动作 所以油价来讲 有机会持续去做一个下跌 高盛来讲 虽然油价创新低 对油价是不看好的 可是对台湾来看 它说台湾是有利的 叫做Z大一壁 什么叫Z大一壁 叫做利大一壁 对 现在网络用油 我们上次有教过 所以其实也算了 因为我们的厂商很多都是用油是他们的成本嘛 那油价一降低成本就大下滑了 对 没有错 他认为说台湾因为这是油价下跌 将是会使的GDP成长幅度在亚洲里面最高的一个国家 所以看到说这一个高盛预估的台湾GDP 2015年是3.8个percent 原本是3.5个percent 所以它上调到3.8个percent 2016年原本预估是3.6个percent 上调到3.7个percent 所以各季的一个成长度都还算是蛮高的 而且画面上刚汉曾点到了 高盛预估台湾GDP油价一下滑 成长的GDP是 您自己扣看看 3.8扣掉3.5成长0.3个百分点 好像跟邻国 日本 中国 韩国 高盛 调高的GDP的幅度 台湾是最大的 对 没错 台湾算是最大的 所以代表说油价在台湾来看的话 下跌是有利的 包括很多的一个公司 因为它的成本 看到说最近航运族群涨了这么多 二线的瘦化族群 跟瘦这个所谓的仿间族群来讲 其实都有往上去做一个推升 你就知道说在新的一年里面 这些产业 它就有利于这些公司的一个获利 往上去做一个推升 我们再来看一下央行 央行对油价每下跌10块美金 对台湾的一个GDP会增加0.5个百分点 这算是蛮高的 可是你看说 现在不是100块跌到60块 你是跌了40块 跌到50块 那应该是成长很多 不是的 不是这样看的 它应该是看一整年平均下来的一个部分 所以下跌10块美金就可以增长0.5个百分点 主基础的部分来讲认为台币的贬 贬一块钱对台湾的GDP可以成长0.18个百分点 所以刚刚高盛看台湾这个增幅 就是看这两个 一个就是油价下跌 一个就是台币贬值 所以使得台湾今年的一个GDP 有接往上去做一个推升 当然除了这个之外 刚刚提到了美国这边 为什么费城半导体会跌了这么多 刚刚有提到了 因为新地的一个财报不是很漂亮 新地就是Sandisk 所以你看到新地股价跌了最多 跌了13.88个百分点 新地是做什么的呢 它是做这个所谓的NAND Flash 就是快散记忆体的一个部分 听说它好像也是跟苹果 也是苹果供应链上 对 它也是供应苹果的 所以大家有看到苹果营收 可能获利创新高 可是相对的供应厂商也不见得那么好 所以大家有这样子看 可是新地来讲 因为它的一个所谓的快散记忆体 有一些跌价 所以使得这部分来讲 还是有影响到的 因为它的营收 最新一届的营收是17.3亿 比市场预估了18到18.5亿的美元 还要低 原本市场上预估它的一个毛利率 应该有47到49个percent 可是出来来讲可能只有45个percent而已 所以使得这样的一个数字来讲的话 股价就呈现一个大幅下跌 再来的话就是因为为什么 昨天的一个三星调降了一月份上旬的一个合约价 超10个百分点 所以看到这部分另外一个跌的是美光 美光跌了5.56个percent 也是跌幅非常重的 相关的一个厂商 惠隆也是做快散记忆体的 所以这两家是一样的 受到影响的 所以影响公司包括创建群联 美光这部分来讲是华尔科南亚科 你看华尔科今天的现行是开低 然后杀低的 受到最低的一个格局 所以现在汉城是那个flash 包括低润颗粒都在叠价是这样吗 对 没错 可是原本它第一季就是淡季 就是美光来讲的话 低润第一季都是属于库存调整的一个淡季 一般来讲什么样的时间点最好 就是农历过完年之后 你就可以看到到时候拉货的一个提债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每年 低润族群差不多农历过完年之后 大陆这边开始拉货 你就可以看到报价开始往上去做一个推升 另外苹果的股价也跌了2.46% 相关的一个公司是台积电 红海当然是很多 不过苹果这边来讲 应该是属于高档震荡的一个格局 可能大家在等待的 还是27号的一个财报 美钢的一个部分来讲 美国钢铁也是跌了4%多 那最重要的是它关闭了两座油管厂 就是跟油价有关的 因为油价下跌 大家没有在做生产油了 所以油管厂它关了两座 所以使得它的一个股价是呈现一个大跌 这可理解 因为油价一大跌 美国的部分页岩油厂 倒闭就不用不运油了 不卖油了 现在油管厂关闭掉了 就会影响到美钢的这个获利情况 对没有错 另外一家是Defending的一个部分 就精品的部分销售不是那么好 所以也下跌了14% 所以美国这边来讲 其实下跌的相关的公司来看 我认为这些公司 其实都是大型获利基优的好公司 所以跟随下跌来讲 我建议投资人不要去做一个杀低的一个动作 反而因为它的一个获利很好 经过这样一个利空之后 应该会稍微足底之后 往上去做一个震荡 再来一个族群 就是在美国相关的一个超级财报之后 即将进行展开 今天早上公布的是美女 美女EPS0.11块钱 可能你看起来不多 可是跟去年相比较了 去年是大赔2块多的一个格局 所以是转亏为盈的 今天也可以看得到说 因为汽车相关的 跟航台相关的元件出货大增 所以使得美女的一个部分来讲 获利是呈现上涨的 相关的包括像一粒店 包括像核大的一个部分 今天股价都算是蛮强劲的 然后15号的部分 有英特尔要公布财报 那相关的包括像台积电 还有华通的一个部分 IBM在20号 鸿海跟伟创来讲是相关的 伟创今天算是蛮强的 谷歌的一个部分来讲 也是在20号 广达伟创来讲 都是相关的一个厂商 还有智林 智林包括像台积电 还有细品 再来下一张的一个部分 你可以看得到说 包括像新地 新地是在22号要公布 刚刚提到创建跟群联了 然后微软是在 合作跟华通 微软的部分 得宜的部分来讲 是台积电跟利奇 还有苹果 合作跟华通 然后高通的部分来讲 也有台积电跟利旺 那我觉得其实这几个公司看起来会比较大成长的 可能就是在苹果的一个所谓财报 还有包括像微软的一个财报 那其实刚刚这些相关的一个公司 我包括把他抓起来 他有几档 可能特别去留意的 包括像台积电 台积电礼拜四还要法说 台积电 鸿海 还有合作 合作今天股价来讲 又往上去做一个拉升 那华通的一个部分都是一样 Service的一个代工厂商 就是合作在做的 所以合作这次不只是有苹果 还有这个所谓的微软的Service的一个部分 都是他在做的一个部分 所以反而营收获利来讲 有机会往上去做一个提升 那华通的一个部分来讲 我认为其实基息算是比较低 那在这边来讲应该有机会 随着所谓的相关的一个公司 公布的时候去做一个成长 前三季的EPS达到1.01块钱 尤其他第三季的EPS 是0.49块钱 比第二季来讲成长1048 你看最近有一个股票叫什么 金箱店 今天PCB 金箱店供到涨停板 PCB好强 金箱店好强 为什么 因为它的获利 第三季的获利 是比第二季0.13块钱 第三季是0.64块钱 是大幅成长 这是以往在PCB族群里面看不到的 尤其在第四季PCB是淡季 反而在第四季第三季淡季 可以看得到说这样的一个成长 代表说整个全球的PCB产值 因为新的应用 包括像穿戴装置 包括像物联网的一个装置的一个部分 都是可以使得它大幅的成长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这张图 到2016年的时候 会比去年来的成长29% 所以成长幅度相当相当的大 所以在华东这一块来讲的话 也有机会往上去做一个突破 尤其现行来讲的话 目前日KD呈现刚低档 往上交叉上来一个格局 所以在PCB这个族群来讲 既然有淡季不淡 迎接旺季要来临的时候 反而是有机会往上去做一个突破 好 感谢汉城帮大家做一下补充了 我终于明了为什么今天 传产金融如此之强 因为会担心15号台积电大立光的法说 会担心美国的超级财报州 都跟我们的电子股相关 虽然电子股只有PCB在发光 其他都有点沉寂 其实说到我们台北股市 我真的觉得不简单 怎么不简单 第一点 美国股市非办重挫 我们能够受中红 第二点 或许也是 民众对政府的信心吧 擎流感今天有最新的进展 而且往北扩散 会词 听说桃园高雄沦陷 而且现在连 本来鹅跟鸭严重 今天连鸡都沦陷了 可是台股还是不怕的 擎流感情况 对 因为现在的话 确诊的部分已经20场的部分 包括7个县市 然后65场 那这部分来说的话 有点在放大之中 那这里面的话 尤其新增两个县市 那这两个县市来说的话 一个是桃园 那另外一个是在高雄 好 那这部分来讲的话 因为高雄本来就是在南区的部分 那所以你看高雄的话 它左右的部分 像屏东 台南 是之前本来就有的 所以高雄的部分的话 可能大家就有点在预期之内 不要觉得这么震撼 但是一开始的时候 你看到另外多一个桃园 大家就想说奇怪 往上那一块 你看颜色都还没有被 都还没有被染到 都还没有变色之前 就隔了好几个县市 对 那跑出一个在桃园的地方 而且桃园地方 它是有两个厂 有两个地方被验出来的 一个它是从屏东运上来的 那你说这是从南部上来的 可是另外一个是在桃园的鹅厂 自己寄养的 所以就发现说 当地在这个地方 养在这里的也出问题了 那就表示说呢 这里面的话 第一个就是说呢 现在疫情的部分 它已经开始过了浊水 西往北部去走 那桃园因为跟台北又很接近 那桃园鹅 大家也知道桃园鹅肉 又蛮有名的 所以其实话 它的鹅肉很有名啊 真的很多人去桃园那边都会吃啊 中立那一块 非常非常有名啊 觉得有点讨厌 因为冬天你知道 大家吃姜母鸭啦 蛾肉啦 对啊 都是很好吃的东西 就爆发在冬天这时候 就选择性就会变少 这很可惜 然后重点是在于说呢 一个就是说呢 它就是往北部扩散 已经过了浊水西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重点 就是说呢 除了在今天看到 多了两个地方之外 还有一个就是鸡的部分也沦陷了 因为鸡的部分的话 在台南那边有17000 有17400只的鸡的部分也沦陷 所以整个疫情来说的话 确实是有些在扩大 然后所以今天有新的防疫的措施出来 就是说呢 以后呢 如果说只要发现呢 这些地方有相关的一个疫情 就是同一个地方 有两成以上的鸡之 或者是其他的儿这类死亡的话 他可能就是立即就要把他 就是把他扑杀掉 对 因为先把他 对他先把他控制住的话 那整个防疫的时间 就可以延长两到三天 对那所以这是今天最新的措施 不过整体来看的话 大家要特别注意 因为现在后面的焦点 应该都会放在说 是不是北部扩散的情况会扩大 这个是后面的焦点 就担心所有的全国沦陷 养殖场 所以惠子姐 简单的结论请教您了 因为情流感 今天其实股市好像没感受到了 今天没有什么感觉 对那今天毛宝美率还是攻到了涨停板 它是连续两天了 美德伊这两档 那您的研判 你觉得台股的行情 还有这个防疫概念股会续涨吗 我觉得其实在防疫概念股上面 应该算是零星点火 因为昨天其实就没有非常强 就是开开关关的情况 那最主要就是因为说 当然防疫会有防疫的需求 但是另外的重点就是说 到现在为止 它其实只有在家禽类 所以这个其实是很大的差别 因为只有在家禽类的话 你只要做个全面性的扑杀 然后再整个消毒过一次 然后整个制度做出来 其实就可以控制住 对那所以只是会有一段时间的话 对供给上面的话 会有一些变化在 抗疫面上会有问题 所以我觉得在台股上的影响的话 就没有这么明显 所以会看到今天来讲的话 台股的部分的话 今天也是上面 然后就收了一根红黑 对所以我们看台股部分来说的话 其实我觉得表现算相对强 对因为台股的部分 今天还出量 对今天量还是往上 而且大家可以发现 就是说如果我们直接看K线 你就会发现 它缺口的部分都还没有补 没错 对然后缺口没有补 加上次的那根长黑下来 那根黑K 其实维持在黑K的上面的 上面1 2分之1的位置 已经维持了4天的时间 包括这次压回都没有破 所以其实还是一个 比较偏弱中透强的格局 我们把它拉近一点点 惠智姐刚所提到的就是 这个跳空缺口往上的 它都没回补 你看这叫强 然后黑K棒 你刚刚讲黑K棒 对不对 前面的那根长黑 前面这根长黑 对你看它都是在一半的位置 对 都还维持在长黑的 一半的地方整理 OK 所以葵葵大哥 麻烦您直接上来 因为讲到了大盘 其实我今天是有点点 躊躇犹豫的 就是行情看起来是强的 惠智姐刚刚有说 可是又留了上影线 有点小担心 因此从技术角度来看大盘 好的 我想趋势这个东西 它不会任意改变 它原则上是一个大方向 那我们如果要了解大盘的话 我们请导播把那个格局放大一点 就是说时间拉长一点 你可以看到 现在的台北股市 它的趋势 左边我看到9593 那是一个所谓下降反压线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今天看到9593 这9593 我们不要动 连接这前面两个的高点 它所形成的一个下降反压 基本上这个地方叫 长期压力反压线 那这个地方连接前两个低点 它所移动出来的上升轨道 它叫做上升三角 所以现在在收敛上升三角 我上次来我就说 接下来台北股市 在1月这地方会来回振 它会有多次下杀的机会 但是你要把握 为什么 其实今年在12月17号 这边叫8826 那时候我曾经提醒大家说 这个地方你一定要站在买方 为什么 根据过去统计学来说 12月行情 因为集团要做账 法人要做账 它都几乎拉台做收的 那但是到1月呢 过去10年统计 70%都下跌 对 它因为就是有所谓 上市公司要筹措年冬奖金 跟在这个阶段当中 有一些丙总资金到月底 它做结算动作 所以到月底 月底的时候 行情不会太好 所以在这边指数空间很小 但是个股表现 但是到了2月 10年的统计学告诉我们 80%都是涨 因为它包含了所谓的 原液效应 那最重要是不管蓝绿 每一年政府都会有个 给大家一个好过年 有钱没钱给大家好过年 所以都会涨 所以我们就短线来讲 我们请导播把它画掉 再重新讲一遍 这个地方它目前来讲 它是做一个三角收敛 所以行情未来会在这区间震 但是请注意 因为这个叫做上升三角旗形 既然是上升两个姿 过去我们曾经讲过一个 叫做头肩底 既然是头肩底 就代表它一定会过高 上升三角形 就是说整理过后 它还是会突破 所以9338 不会是这波的高点 感谢葵国大哥 所以心就比较可以安下来 趋势它是一个上升轨道 而且是三角屑形 与您最下分享了 因为盘知道之后 回到现场 我们就来掌握 那请问要往上主角是谁 传上金融 电子呢 什么时候才会动 把它问仔细哦 伯洁要告诉你 金融的买盘 何来 还有一点 哪里来的 诶 苹果 苹果哦 接下来的未来计划 做的新商品 什么的方向 还有什么功能 就在今天 全部露心儿了 就在今天全部露心儿了